现在我们看到的真实录像是1944年衡阳保卫战 由日本的随军记者进行拍摄 此时日本正驾驶着灵式战机97式中型坦克 对中国衡阳地区发起了猛烈攻击 另一边日方士兵用排击炮ZP-26轻击枪 为前进的日方进行掩护和打击 为什么日方会拍摄下这样的一些画面呢 主要是为了宣传 在1944年6月18日 日本仅仅是用了一天时间就将长沙给攻占下来了 所以在对外宣传中 日本洋洋得意地说道 我们调集了10万军力 只需要三天时间就能将衡阳给彻底占领 事实上呢根本没有 别说三天时间就是给他们30天也没有拿下衡阳 并且在衡阳保卫战中 是日方伤亡最为惨烈的一次战役 中国军队用只有1.7万人的兵力抵挡住了来自日军10万余人的火力 现在看到的画面中是6月23日 日本从全西市强渡雷水 由清华日军第11军第5任司令长官 恒山勇指挥向阴影阵地发起强攻 衡阳保卫战就此打响 幸亏在此之前 中方做出了许多应对准备 在守卫军的指导下 衡阳民众破坏了大部分公路 炸毁了桥梁 并且将物资进行了转移 普通百姓也全部坐上了火车 远离了城区主战场 这一切都得归功于保卫战的指挥长方先爵 顺命于蒋介石要坚守衡阳7日 可在军方 他却郑重承诺坚守14天 为蒋介石军事部署赢得宝贵时间 方先爵也是衡山勇的老对手了 之前在常德保卫战中 方先爵晒领地石军增援常德战场 连续攻破了恒山勇布置的防线 占领了军事要地 夺此交手中 恒山勇已是对其佩服不已 这一次交手也算是老有重逢 但不同于上一次战役 恒山勇带着十万精卫部队 还动用大量排击炮 飞机轰炸 方先爵在城内只能设置阵地 展开积极防御 战斗一开始便进入了白恶化状态 日军第一轮进攻之时 守卫瓦子平阵地的营长李贵路 临阵退缩 导致整个阵地失守 敌军突破成功 面对这种情况 方先爵杀伐果断 下令将逃兵就地正法 一惊效尤 此后也无人敢再做逃兵了 由于衡阳的防御攻势太过坚固 日军久攻不下 死伤惨重 甚至为以最快速度将衡阳攻战 日军启用了自己的卑劣手段 投放大量的毒气弹 燃烧弹 只要能用上的武器 他们都用上了 而方先爵率领的重将士 不畏牺牲 坚守阵地 顽强抵抗下 一些要点极度失守 双方都死伤惨重 其中 在梁花台这个地方 激烈厮杀一天 中方战士无一人退缩 日军黑尾连队付出死伤过半的惨重代价 在浴血奋战47天后 方先爵率领的第十军 仍然没有援军增援 在阵地几乎全部被毁 伤亡惨烈的情况下 方先爵派参谋长与日方进行谈判 停止抵抗 而谈判条件则是 第一 保证所有士兵安全 第二 容纳伤员并进行治疗 第三 保留第十军团的番号 可以看到 谈判中 方先爵全是为了士兵着想 他也想到 谈判可能会让他背负汉奸骂名 可是为了活着的八千余名将士姓名 他不得不如此做 而后谈判成功 8月8日 衡阳陷落 日军虽然成功攻占了衡阳 然而 一位方先爵的守卫军 折磨得精疲力尽 失去了胜利的喜悦 打扫战场都是无精打采 日军随行记者 对这次战役有着最为直观的认识 在自己的手记中写道 衡阳城变成了废墟 街上全是敌我士兵尸体 无处下脚 火炮位混合着尸体的腐臭位 让我感到窒息 就算是敌方记者 也是被战场的惨烈所震撼 感叹中国军人太勇敢了 事实上 方先爵率领的第十军 虽然在最后放下了武器 但仍然容光不减 本只要坚守14日的防线 生生坚守了47个昼夜 并以少机多 造成日军7万人伤亡 对日本政府打击巨大 首相东条英机 也因为战场实力被天皇革职 但中方同样付出了 伤亡约15000人 阵亡7000人的代价 这些为保卫祖国 顽强抵抗侵略的战士们 必将永垂不朽